我介紹一下這個 如果老師都有看過那個氣象報告或那個 政論節目有沒有 很多現在不是都是電視上然後就話來話去的嗎 嘿那您用這個就很像 這個一樣的您到我這邊來 有一個Point to Fix應該是 這個有沒有 這個 所以你一樣點下來之後 老師用這個方法我就跟你用一樣的 按著有沒有丟出來 這樣 那你打開了之後呢 只有一個 對不對 執行檔如果老師德文不錯的可以把下面翻譯拿掉 如果不行的跟一樣不行的我們就留著他 那執行完了有沒有發現 他右上角就有一個這個 就小小的一個啦 小小一個所以如果您有需要的 你就按一下開始 有沒有發現工具跑出來了 這樣不用計快速鍵 你就告訴他 看這裡 有沒有 那 你有發現 右上角 你看我兩個搭配 右上角有沒有發現有兩種顏色 左邊 透明的就是我們講的螢光底 右邊是實心的 好右邊是實心的 所以呢 你看我畫下去是不是有點半透明 那當然你也可以用這樣子啊 這樣指標是不是很方便 對啊 這樣也可以 但是他有一樣的問題 怎麼樣問題 進入繪圖模式之後請問這裡可不可以繼續操作 不行對不對 你一定要怎麼樣要完成 他就 離開 所以你要回來這邊才可以繼續用 等於說你必須一定要離開那個模式 但是好處就是 這些東西 啊同學待會兒我們看這裡喔 你說連那個畫都很懶得畫的 勾的就好了 叫他不要亂看就不要亂看 你有需要放大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放大鏡 就這個 這樣有沒有放大一點 對不對 這樣也可以啊 都 都可以啦 所以 工具很多 看老師要哪一種而已 所以 老師這兩個 先玩玩看 好不好 蝶子 跟 阿 好 羽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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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